中国新设大数据局被问责官员还能当局长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各省机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各省将建立大数据局截至目前已有山东重庆广东等八个省市相继成立了大数据局 其中山东省大数据局上周挂牌成立 出任该省大数据局首任局长的马越南 此前任该省时要监局书记监局长应不合格疫苗事件受到界免问责 中国进入搜集互联网信息的大数据时代 在各省新一轮机构改革中除了新设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增设了大数据局 官方媒体报道至少29个省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已获中央批复同意 还称大数据已成为此轮省级机构改革中的一大亮点 全国已有山东重庆福建广东浙江吉林等八个省份设立了与大数据发展相关的全新机构 所谓大数据是通过互联网采集人类及各行业的数据 包括各类商品价格交易行情新闻数据及人类行为等数据可谓包罗万象 山东省政府提出的方案写道 这是为了主动适应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解决部门信息孤岛和信息烟囱问题加快推进互联网电子政务 不少民众担忧政府的大数据库将会收集批评政府或不利于政府的言论 广东活跃网民陈先生本周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他们非常担心言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陈先生说八个省份设立大数据局用得好的话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同时也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担忧 中国这种独裁体制的属性决定政府会用网络大数据搜集老百姓的私影 监控老百姓的一举一动 山东访明江先生对记者说大数据可能让他们上访之路变得寸步难行 他感叹道下一步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中国老百姓示威 告诉百姓你就是政府统治下的奴隶 在中国如果你有足够的权力一切的规则都是为你政府服务的 所以在这个国家发生任何违背道理违背法理违背人伦道德的事都不足为奇 山东首任局长竟是受处分官员 上周三山东省大数据局挂牌成立 令网民惊讶的是数个月前还担任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越南出任该省大数据局局长 他还主持了当天的揭牌仪式 马越南是山东不合格疫苗事件被问责的六名官员之一 长春长生不合格疫苗案件发生后 官方查处流入山东的25万只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马越南因此受到借免处罚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有关规定 受到借免的领导官员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 但马越南受处罚不足四个月就获重任 河南疫苗残疾患二家长 何方美对马越南掌管大数据局感到不满 他对本台说以前监管毒奶粉的免职去监管疫苗 现在监管疫苗的去管理大数据 我们没有看见他们被追责 疫苗受害群体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官员因行政行为不当被追责 又再度付出的案例早已有之 毒奶粉换二家长蒋亚琳对本台表示 当年因三具情案奶粉事件下台的官员 一年后就出任高官现在疫苗问题出来以后被戒免的官员 几个月后快速复出出任新部门的领导人 我不知道这个民族的灾难和苦难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我也不知道在这个轮回中下一次轮回又会出现多么可怕的事 毒奶粉事件导致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2008年9月营救辞职 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贤泽在2009年3月被寄过 前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察司司长王布布在2009年3月被撤销党内职务和撤职 一年后李长江出任全国扫黄打飞工作小组副组长 四年后孙贤泽出任国家要监局副局长 其后王布布出任国家质检总局计量司副司长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川普与中国打贸易战伊凡卡再获中国专利许可引来质疑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7日德国之声报道 美中关系台面上剑拔弩张 但川普妇女相关的私人业务似乎不受牵连 中国官方最新公布批准十多个专利申请 在美国国内再次引起利益之嫌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当局在过去两个月 向川普及其女儿伊凡卡的18个商标专利申请 发出临时许可当中16个发给伊凡卡川普商标有限公司 涵盖伊凡卡旗下品牌的时装产品 包括珠宝太阳眼镜鞋子美容服务等 另外两个临时专利许可 由DTTM Operations LLC取得 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的川普大楼 专利涉及餐厅大饭店服务时装业务等 三个月前有媒体报道这家公司正向澳门申请赌场商标专利 这些专利申请都是在2016年提出 如果90天咨询期内都没有反对意见 专利就会正式确认 伊凡卡代言人彼得米里贾尼安 响应称这些商标专利是为了保护川普小姐的名嫌 防止他人窃取并用作销售用途 他强调这是普通的申请商标专利做法 川普的律师则拒绝置评 家族利益千丝万缕 外国企业在中国面对猖獗的侵权行为 申请商标专利是颇为普遍的举措 部分公司甚至会为了尚未推出市场的产品申请专利 川普两妇女都在中国拥有大量智慧财产权材产 反对者担心中国会利用他们换取政治利益 伊凡卡不单是川普的女儿 也担任白宫顾问 外界关注总统一家 利用在位时的种种权利和优势 铺垫后续利益 首先公布专利消息的华盛顿公民责任及道德组织 批评伊凡卡取得中国专利许可的同时 他的爸爸继续与中国打贸易战 他保留外国商标专利的举动 令人质疑他会否要求总统制定有利家族生意的外交政策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按中国官方怎么高唱人权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7日 德国之声报道 本周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定期审议中 近200个国家既对中国人权近年的发展表示部分肯定 同时也就西藏新疆香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律师权利等问题表示担忧 中方代表团又如何回应了这些批评 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定期审议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岳玉成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北京方面的一贯立场 中国将发展放在首位以发展保障人权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 在本次会议上各成员国代表发言中提到最多的问题 即是新疆的在教育营 中方称它为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涉嫌非法拘押民众 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代表普遍对新疆地区少数群体的权益 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表示担忧 而美国代表更是明确要求中国立刻停止设立在教育营之做法 中国代表团则回应说 欢迎今年夏天刚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美国 今天又派了代表回到了理事会的大厅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解释说 中国在最近几年反恐斗争中 获得的宝贵经验就是 稳定是首要的 必须防患于未然 职业教育机构就是要帮助少数受影响的人 摆脱极端思想 促进回归社会 防止他们成为施暴者与受害者 他认为 设立指教培训机构的做法 既保护绝大部分的人权 也是挽救他们 这是积极维护人权的探索 岳玉成还强调 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经验 在中学开设相关的反极端化课程 在公共场所禁止蒙面照袍 他表示 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去极端化措施 是为国际社会反恐做贡献 参加会议的 乌鲁木齐市长 牙生斯蒂克表示 执教机构大量设立后 暴力恐怖事件明显减少 老百姓拍手称快 反恐红利释放 经济加快发展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相关指责 不符合事实 新疆实际上美丽安全又稳定 执教培训机构 受到学员的欢迎 牙生斯蒂克还否认了 新疆反恐执法过度的说法 中国代表团还强调 设立执教培训基地 是对受极端思想轻微影响的人 进行依法感化挽救 认为这是坚持打击暴恐犯罪 与保护人权相结合 北韩叙利亚代表 高度赞扬中国 来自西藏自治区的代表则强调 中国政府在西藏全境实施 汉语普通话语藏语并重的双语教学 恰恰是对西藏当地语言的保护 不会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地位 西方国家不应将此问题 上升到文化侵略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 北韩代表在质询过程中 高度赞赏中国 在边远地区 大力加强通用双语教学 中国代表团也在回应环节中 向北韩代表明确表示感谢 叙利亚政府代表则建议 中国继续大力打击 极端宗教势力分裂势力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使 于建华则在会议上说 有些国家无视中国成就 认为中国人权恶化 这种评论不符事实 中方不能接受 对缺乏事实依据充满偏见的言论 中方表示遗憾 在质询中 还有不少国家对中国维权律师受到打压的问题 表达了担忧 中国代表团在强调 律师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的同时也宣称 但是律师身份不是护身符 违法律师受到依法查处 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 代表团还希望 某些国家不要将 已经在双边人权法治对话中 提到过的嫌疑人 受调查期间失踪问题政治化 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 则在发言中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他指责少数国家 在质询中总是将犯罪分子 当作人权斗士 他认为言论自由存在红线 言论本身不能违法 也不能侵犯他人权益 岳玉成认为 中国网络讯息的产生量 高居全球第一 怎么就没有言论自由 难道只有煽动分裂和仇恨 才是言论自由 瑞典代表在发言中 笼统地提到了 希望中国尊重言论自由标准 但是并没有提及 瑞典籍香港书商 贵明海遭遇中国当局 多次拘押之问题 而来自香港的代表 则代表中国代表团 回应各国对香港言论自由状况的担忧 外界针对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状况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香港代表还强调 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恰恰体现了法治原则 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 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 先是用外交辞令 感谢各国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关心和建议 希望各国能理解中国的困难 同时 他也强硬地表示 任何国家都不能垄断人权的标准 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 他强调 中国没有战乱 没有冲突 没有恐惧 没有颠沛流离 民众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上升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如何看待杨邓一席的观点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7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一篇胡评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近来在中国有两个话题很热门 一个是中美贸易战 一个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注意到有不少体制内人士在相关的文章或讲话中 一方面高调赞扬邓小平 一方面间接地甚至直接地批评习近平 他们认为习近平恢复终身制 恢复个人崇拜 抛弃韬光养晦 经济上国进民退 严重地背离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 今年五四 北大校友也是邓小平长子 邓朴方的老朋友 樊立琴 在北大校园三角地 贴出24页的大字报 点名道姓批评习近平 道姓逆施 9月16日 邓朴方在残联大会上讲话 尤其是这一句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保持清醒的头脑 知道自己的分量 既不妄自尊大 也不妄自菲薄 坚持立足国情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谋划一切工作 所指何人 明眼人一望而知 7月24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章润 发表文章 文章题为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不但明确提出 恢复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甚至还提出为六四平反 还有一些财经学者 批评官方前阶段 厉害了我的国的浮夸宣传 指出正是这类浮夸的宣传 招致了美国发动贸易战 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 从而暗示最高当局难辞其咎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半年来 体制内 杨邓一席的声浪高涨 为习近平上台六年来所警戒 有趣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日的讲话中 也表达了杨邓一席的观点 彭斯几次不点名的批评了习近平 例如提到中国最高领导人视察这家电视网络总部时 说了这样的话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必须信党 彭斯说 美国当初决定发展和中国的经济贸易等广泛交往 是希望北京能让自己的人民迈向更大的自由 曾经有一度北京慢慢地走向更大的自由 以及对人权的更大尊重 然而近年来 中国朝着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的方向急转弯 现在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 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 彭斯希望中国领导人改变路线 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杨邓一席的观点呢 我先前讲过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六四是个转折点 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 把中国的改革引入错误的方向 从本质上讲 习近平路线和邓小平路线没有区别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基本上是邓小平路线的延伸 但是又有所偏离 是把邓小平路线中固有的恶性因素推向极端 如此说来体制内人士以回归邓路线的名义 反对习路线 扬邓一席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因为第一习路线确实比邓路线更恶劣 第二如果习路线被否定 习近平被靠边站 事情不会仅仅是回到原点 回到邓路线 回到邓江湖时代 那必定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把局势向前推进的更远 我想彭斯副总统之所以也期望 中共当局纠正席路线 回归邓路线 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 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